比人還要高的鋼條 插進沙發 碎片叼滿枕頭 而且這鋼條還藏到 直接卡在鐵皮屋頂上 諸如怎麼也沒想到 旁邊建案施工 竟會帶來噩夢連連 事發的時候 它東西掉下來 我那時候人在那裡 那裡餵貓 一定嚇得到 真的很誇張 回憶當時 林先生還心有餘悸 平常都習慣 坐在沙發上的他 因為要餵貓 才幸運躲過一劫 這起公安意外 發生在三個月二十號 老公屋旁的建案 正在施工 沒想到一根鋼條 竟然從天而降 直接插破屋頂 留下一個大洞 甚至還直接插在沙發上 我跟房東在這一年 花了很多時間 在跟他們講這些事情 可是他們就是不予理會 都差點出人命了 痛批營造公司 還是沒有拿出誠意和解 更讓林先生生氣的是 其實掉落東西 早已經不是第一次 除了平時舊牆掉螺絲之外 去年五月十七號 第一次掉落一大根鋼條 砸壞屋頂造成漏水 損失大約八萬 當時建商有負責修復 沒想到今年五二零 又一根鋼條直插家中 一年內竟然連續發生 兩次公安意外 實際打電話給營造商不願回應 但目前建案外面已經加裝防護網 來避免類似意外再次發生 一年兩次公安意外 公務局勒令停工安檢 直到檢查合格才能復工 但住戶被嚇壞不願和解 堅持要透過調節委員會 尋求合理賠償 三十萬孟華高昭玲 新北報導